真言第十三章 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 泄脉人不听责备 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 奸诈人必遭强暴 紧手口的得饱生命 大张嘴的必至败亡 懒惰人羡慕 却无所得 殷勤人必得风欲 义人恨恶谎言 恶人有臭名 且致惭愧 行为正直的 有公义保守 犯罪的被邪恶轻负 假作富足的 却一无所有 装作穷乏的 却广有财物 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暑假 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话 一人的光明亮 恶人的灯要熄灭 骄傲 只起征静 听劝言的 却有智慧 不劳而得之财 必然消耗 勤劳积蓄的 必见家增 所盼望的 持言未得 令人心忧 所愿意的 临到 却是生命术 藐视 训言的 自取 灭亡 敬畏 借命的 必得 善报 智慧人的 法则 是生命的 泉源 可以使人 离开 死亡的 网络 美好的 聪明 使人蒙恩 见诈人的 道路 崎岖 难行 凡通达人 都凭 知识 行事 愚昧人 张扬 自己的愚昧 奸恶的 使者 必陷在 祸患里 忠信的 使臣 乃 医人的 良药 弃绝 管教的 必至贫受辱 领受责备的 必得尊荣 所欲的成就 心觉甘甜 远离恶事 为愚昧人 所憎恶 与智慧人 同行的 必得智慧 和愚昧人 作伴的 必受亏损 祸患 追赶罪人 义人 必得 善报 善人 给子孙 遗留产业 罪人 为义人 积存 资财 穷人 耕种 多得 粮食 但因 不义 又 消灭的 不忍用 仗 打儿子的 是恨恶 他 疼爱 儿子的 随时 管教 一人 吃得饱足 恶人 肚腑 缺粮